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米袋中一天一夜 对面就没有任何效果 这样只会错过机器抢救的最佳实际 看一下 进水了 水都还没干 可是里面还有水呢 我们先把外费丢到一边 这个屏幕估计是不保的 然后看一下主板 给大家看一下 主板今天到了 好 那我们刚才在写文件下 看了一下这个主板 它的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以及我们的整板 没有太大的进水腐蚀的痕迹 有一个小电容 刚才我们在想问一下 也看了一下 这个主功电的 绿波电容 有腐蚀的痕迹 那么经过我们外费的测量 也确实是主功电的痕迹 我先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 拆下来看下情况 看它挡不挡 如果还挡不挡的话 那可能是其他的地方 有问题的 可能就是有我们进水腐蚀的地方 我都没看到 我先把它拆下来 这个主功电 还是一个短路的状态 然后我们给它拆下收箱 看能不能找出短路的固定点 然后我们给它拆下收箱 看能不能找到短路的固定 那么我们只看到这个管子有融化了 这个说明这是一个主功电 这个主功电 这个主功电 这个管子肯定是会发热的 但是不是它短路 我们下面就用烧机电池 然后烧一下 然后我们用这个烧机电池烧一下 也就是我们说的神器 好 我刚才用烧机电池烧了一下 现在虽然说不短了 但是会漏电 漏电 漏电200多 然后用手机 它这个WiFi的 发套 WiFi比这种正常 外面的正常 芯片的温度 要稍微高一点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WiFi芯片图 拆下来 看看是不是这个WiFi芯片 有兴起的不会变 好 我们拆下来 回来之后 弄了点油点小了 那么我们把刚才 在想过境 看到那个捕食的电池 刚才有两颗的 因为我几个运动的时候 之前扣掉了一颗 就是进水捕食的电池 因为它藏在屏幕的下面 一开始我们注意到 好 这个WiFi芯片 我已经补上去了 不是这个WiFi芯片 露电引起的 你看就是这两颗 限水捕食电容 引起到露电 不少 我们来接电看一下 我们接电看 现在已经flow电了 现在接电已经flow电了 现在接电已经flow电了 好 主板恢复了正常 WiFi芯片把它补上去了 我们看到了 它总装点测试一下 我们看到了 它总装点测试一下 这个开机键是 明明坏掉了 它收听也快 现在机器明明可以开机了 我们看到电机和充电都是正常的 好 然后下弓呢 接到下弓呢 下弓呢 下弓也是正常的 它们指纹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种基本功能都一切正常 然后它的屏的话因为寄水了 背光溺水了 导致它有黑板 一会我们就是需要联系一下客户 问他要不要换那个屏幕背光 如果要换屏幕光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它换掉